母气问,烟头膜崩溃喊没有做,气改口,不相信夫杀人 嘉义地检署侦办烟头案,前晚征讯死者二哥陈家富 他仍然矢口否认犯案,连上周三凌晨,路口监视器拍到提着两袋黑色垃圾袋出门的男子 经陈母指认却是陈家富,他也一口否认,还接受测谎 检警并打出亲情牌,安排泪眼婆娑的陈母会面两分钟 询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,一直淡定的陈家富,突然情绪激动,大喊我没有做 检察官表示,测谎结果只做参考,结果待判读,陈家富还押看守所后,昨天看不出异状 而死者陈婉婷的尸身,至今仍下落不明 水口溢出来的,游泳的东西,脚肉还是竹竿,类似那种东西 对于邻居怀疑,死者尸身遭堕碎,冲入马桶灭迹 资深法医认为,死者尸身重约36公斤,要全部剁碎冲掉不简单,应该还在 水电师傅则说,剁碎的肉末不带骨,少量冲马桶可行 但监禁止沉宅水费煤明显增加 警方昨日在大台北地区调阅监视器画面,听凑嫌犯陈家富气势过程 如果说他杀人的话,我真的不相信,我真的说到这里,真的不相信 在福建的陈家富妻子刘淼淼,昨天接受苹果访问,改口说不相信丈夫会杀人 比如说你杀的人,你肯定都有一些神色肝脏啊,那样子我们作为老婆都会发现的 可是他没有啊,他平常也是空的啊,只有面包和什么东西 也没发现水管堵塞的状况,而中国媒体转载台湾报导,亲友都知道他嫁给烟头夫,压力很大 他这两天拿到证件,就会回台湾配合调查,东新闻综合报导